你是爸爸是在你多大的时候去世的 在我四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印象 然后我七岁吧 我妈带我三年 感觉实在是养不起我们两个了 然后找了一个我的继父 七岁的时候到那儿 也叫爸 刚开始我妈说叫爸 叫不来 后来还小嘛 因为 因为小 因为有小伙伴说 你叫个爸 你爸那关系要一块钱 我说爸 给我一块钱呗 我爸说滚毒的 拿来钱 可能是我积父兜里没钱吧 当时那个家庭挺困难的 可能是没钱 如果有钱的话 我估计也能给我 但是我不是说以后不叫爸 可能是有个抵触的心理 不敢叫爸 然后上学 上学了之后 同学嘛 小孩 我是外来的嘛 他们都是一个囤子的 都熟悉 上小学 天天爱打 真的 就从五六个小孩 从一年给我打到六年 为啥打你啊 看不上我说是 你是带毒的 打你你也没有爸 没有爸管你啊 你的继父也不可能管你 你没告诉你爸你妈吗 你继父和你妈 我没跟他说过这些 为啥不跟他们说呢 我感觉吧 他们 他们俩人过得好吧 比啥都强了 本来我就是一个 不是亲生的儿子嘛 有些话 多了少了 得说多说少了 他俩有时候吵吵闹闹的 自己心里也不得劲 你说 我妈跟我肌腹里吵架 我还怎么在这个家里待呢 所以说 我就有啥事我也 就是心里知道就行呗 你实话实说 继父对你好不好 挺好的 也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就是我要是头疼脑热的 有一次也是 那个 怎么说就发手 背我也走出一里多地 背你走一里多地 对对对 对我也挺好的 就是我自己自身的毛病吧 可能是我自己 走不出去这个坎 不愿我继父 也不愿任何人 就愿我自己 没走过去这个坎 特别想在这说一句 你看刚才小伙子说 继父对他很好 曾经背着他 走一里路 一里地的路 然后去上医院 但是对你这么好 你心里还是不能叫出爸来 咱们换位思考一下 继父继母好做吗 不好做的 他们掏心给你 你能没觉得 他们是血缘关系的那种爱 所以换位思考一下 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宁了 我们太不肯接受了 我们就没觉得他是爸 他是妈 所以你本身你就有一个 有一个屏障在这阻挡着 他把你当亲儿子 你都不愿意把他当亲爸 才会有这样的一种障碍呢 爱你 谢谢你 你都不愿意把他当亲儿子 你也不愿意把他当亲儿子